刘志成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的妻子林小南 为什么会在结婚后变了个人 整日好之懒做 只想着花钱 为了出名 还偷偷让三四岁的亲生儿子小小 天天吃垃圾食品做直播 最后害得小孩得了急性肠胃炎 被送去急救 刘志成更想不到的是 林小南居然在家里偷情 还和情夫图谋其他的家产 要榨干刘家的价值才肯离婚 大家好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刘志成在一家合资企业担任高管 妻子林小南则是一位全职太太 他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林小南容貌出众 性格活泼 一下子就走进了刘志成的心 于是两人迅速闪婚 然而 在婚后 刘志成才发现 自己对林小南几乎一无所知 结婚之前 林小南给刘志成留下的印象 一直是独立自强的女性 前几年她在深圳自力更生 因为思念家乡 才回到老家 当初两人讨论未来计划时 她也总是信心满满 可结婚后 她却再也没有提起自己的职业规划 而是直接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 海美其名曰 只有没能力的男人才会让女人外出赚钱 其实刘志成对于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并不排斥 但林小南对家庭的经营完全一团糟 首先 她不会管理财务 也不会交水电费 所有的钱都被用来购买奢侈品 其次 她从不参与家务 化妆品和脏衣服随意乱扔 甚至连丢垃圾都懒得下楼 白天出去逛街购物 晚上合规密包电话粥 追剧 每次刘志成下班归来 家里冷锅冷灶 连杯热水都没有 更不用说有做好的饭菜 每次看着这个冰冷脏乱的家 刘志成都会格外怀念单身的日子 混乱的生活持续了半年 林小南怀孕了 这让家里的情况稍微有些好转 刘志成把母亲从乡下接来照顾林小南 这一下 她终于能在下班之后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可心的矛盾又产生了 林小南嫌刘志成母亲来自农村 各种鸡蛋里挑骨头 说她饭菜做得不合口 完之洗三遍不干净 衣服洗皱了 晾晒被子没有及时翻面 这些借口一个比一个离谱 闹腾的家里鸡飞狗跳 看着辛苦带大自己的母亲 被林小南当庸人一样使唤 刘志成心里自然不舒服 于是 他提议请个保姆 但母亲却不乐意 说不能花约往前 他又跟林小南说要注意 和母亲说话的态度 但林小南嫌她小题大做 刘志成一边要努力工作 承担养家的压力 一方面又要顾及家里 水深火热的婆媳关系 整天都焦头烂额的 儿子小小出生后 林小南更是变本加厉 俨然成了家里的太上皇 吃穿用度都要最好的不说 性格也更加霸道跋扈 更让刘志成匪夷所思的事 他当母亲之后 母亲一点也没被激发出来 长久以来 林小南没有给小小换过一次尿布 也没有洗过一次衣服 还嫌小小半夜吵到他休息 孩子才半岁就闹着要断奶 谁劝也不听 看着小小哭到仗红的小脸 刘志成和母亲心疼得不行 他却和没事人一样 该吃吃 该睡睡 更过分的是 小小一岁的时候 林小南在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子 让刘志成母亲带着小小住过去 说要锻炼孩子的独立性 那是刘志成第一次和林小南大吵一架 林小南发疯一样砸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还一哭二闹三上吊 逼刘志成就范 看着一片狼藉的家 和刘志成脸上被林小南挠出的血痕 刘志成的母亲抹着眼泪 带着小小搬了过去 从那以后 两人的沟通就更少了 下班之后 刘志成都会先去看看孩子 待在内的时间 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 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小小出生 刘志成真怀疑 这孩子不是林小南亲生的 而林小南呢 只要刘志成每个月的工资都按时上缴 他什么也无所谓 明明是最亲近的枕边人 现在刘志成过得 却连搭伙的日子还不如 可就是这样毫无温度的生活 他一过就是三年 一来 刘志成怕林小南 在寻死觅活的闹腾 二来小小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即使心里转过千百次离婚的念头 他却从来没有宣知余口 直到今天下午 林小南刚进门 刘志成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干脆地让刘志成今天发了薪水后 就把钱转他卡上 下达完命令后 也没给刘志成任何反应时间 静止冲向了洗漱室 擦肩而过的瞬间 刘志成嗅到了一丝烟尾 而且林小南对钱财看得很重 每次发薪水 他都会亲眼盯着刘志成把工资转过去 可这次他竟然放弃了丁烧 好像是怕刘志成靠近一样 于是 刘志成捏手捏脚走到洗漱室门外 捡起他扔在地上的衣服 轻轻嗅了嗅 林小南每件衣服上都沾着烟尾 包括内衣 什么情况下 连内衣都会沾染上烟尾 除了是事后烟 刘志成想不到其他答案 刘志成耐着性子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用林小南的指纹打开了他的手机 林小南的保密措施做得不错 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删得干干净净 但他忽略了一点 收款记录可以删除 可当时的余额却无法更改 刘志成对照着日历 选择情人节 圣诞节这类节假日 结合上一笔消费和下一笔消费之间的余额进行计算 很快就发现了里面的猫腻 这些节假日的收款金额都是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 比如521 999 1314等等 看来林小南确实出轨了 出轨对象还是一个肯为他花钱的男人 寂静的黑暗中 刘志成常常呼出一口气 把手机复原 放回了林小南枕边 刘志成想 既然林小南有了新的感情归属 那么或许他可以接受和自己好聚好散 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在林小南悠长的呼吸声中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思考着该怎样提出离婚 才能不伤到对方的面子 就在这个时候 变故发生了 母亲打来电话 说小小忽然呕吐不止 还发起了高烧 刘志成什么都顾不上了 马上推醒了林小南 一家四口直奔医院 母亲抱着小小 心疼地直抹眼泪 林小南的眼中却没有几分心疼 满脸都写着被吵醒的不满 刘志成又气又急 将车开得飞快 火速赶到了医院 医生说 小小是肠胃炎引起的并发症 由于年纪太小 需要住院治疗观察 林小南压抑了一晚上的怒气 终于爆发出来 对着刘志成母亲横眉怒目 说一定是她给小小吃了什么脏东西 母亲无措地挥舞着双手 说自己没有 还说小小没吃晚饭 午饭是在林小南内吃的 林小南一听 声音瞬间提高了八度 说全都是因为刘志成母亲没照顾好小小 刘志成强忍着怒气打断林小南 把他和母亲都送上出租 自己则留在医院里照顾小小 看着小小苍白的小脸 刘志成心疼得无以复加 他觉得 这都是因为他最近工作忙 没有好好照顾儿子 带着内疚 刘志成发了条消息给助手 让对方把工作材料送到医院 他决定暂时不回公司 助手的动作很快 清晨时就把工作电脑和材料送了过来 一起送来的 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 原来是公司的屈威辞职了 这是他临走前留给刘志成的 助手还狡黠地对刘志成眨眨眼睛 说自己听说屈威曾经进过局子 刘志成一争 他实在没办法把屈威和坐牢联系起来 助手压低了声音 继续说 公司被调部门发现他因为故意伤害罪坐过牢 刚问了几句 他就提出辞职 自动走人了 屈威是刘志成的助手 他不算漂亮 但身上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优雅和认禁 工作认真努力 做业绩够拼 曾经为了一张单子 一口气干掉一整瓶五粮业 在刘志成手下工作不到半年 屈威就已经签回了三笔订单 要知道 这三笔订单光提成就能拿到四位数 而现在他竟然连提成都不要就果断辞了职 临走前还给刘志成留了信 送走助手后 刘志成满心疑惑地撕开了信封 里面露出一打厚厚的照片 照片上 全部是林小楠和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 牵手的 拥吻的 在酒店门口缠绵的 一张笔一张亲密 即便已经知道了林小楠出轨 但亲眼看到的时候 刘志成瞬间如打翻了五味瓶一般 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面是自己被戴绿帽的羞愤 还有一面 是对屈威这一行为的困惑 刘志成不傻 他能感觉到屈威对自己的好感 工作忙的时候 屈威会帮刘志成带饭 冲咖啡 酒宴上 会帮刘志成加菜 当久 会在无人处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志成 甚至在上次应酬的时候 他还借着酒意 整个身体都靠在了刘志成的身上 可刘志成始终记得 自己是个已婚男人 虽然婚姻并不幸福 他捏着手里的信封 想 难道是因为屈威喜欢自己 才会偷偷跟踪林小楠 找他出轨的证据 这时 护士推门走了进来 一看到小小 他就惊讶地说了句 这不是小小小宝宝吗 刘志成说了句什么 他有些疑惑 为什么护士会认得自己的孩子 护士咯咯一笑 翻开了手里的病例本 说自己没认错 小小就是压压直播软件上的 吃播宝宝 可翻着翻着病例本 他慢慢地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小小的肠胃炎 是平时吃太多不健康的 高油高盐食物造成的 说完病因之后 护士嘱咐刘志成 以后不能再给小小 吃刺激性的东西了 刘志成胡乱点着头 谢谢他的好意 等护士查完房出去 刘志成火速打开手机 找到了护士所说的 压压直播软件 压压直播比不了抖音 快手这样的大平台 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 新兴短视频平台而已 小小小宝宝在这个平台上 拥有着十万家的粉丝 是一个知名小网红 刘志成阴沉着脸 挨个翻着发布的视频 这个视频号的运营者 毫无疑问是林小南 有几个视频 都是他抱着小小出镜的 小小在里面 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吃饭工具 憨态可居地对付着面前的食物 看着小小面前的菜 刘志成再次不淡定了 小小做吃播的事情 林小南把家里瞒得结结实实 母亲并不知情 这些菜不可能是他做的 林小南也根本不会做饭 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外卖 一个两岁不到的孩子 天天吃外卖 身体怎么可能瘦得了 刘志成皱紧眉头 找到了昨天发布的视频 视频里面小小吃的是炸鸡全家桶 很明显他已经吃饱了 郑辉武这小拳头想把餐盘推远 可小南却不在乎他的抗议 继续在他手里塞了一杯冰可乐 还给餐盘中添了几块鸡米花 哪有这样当妈的 牺牲自己孩子的健康 就为了赚流量和稀粉 刘志成狠狠关掉手机 恨不得现在马上撕了林小南 亏这个女人 还义正言辞地指责自己母亲 小小的肠胃炎到底是怎么的的 他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此刻的刘志成正烦躁不安地 在病房里踱步 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等到日上三竿 莫心不放心 来医院换刘志成的岗 林小南依然没有露面 这个女人 真是冷血薄情到了极点 什么好聚好散 一日夫妻百日恩 刘志成再也管不得了 他要马上离婚 于是刘志成风驰电掣地赶回家里 现在的林小南明显已经醒了 客厅里正播放着劲爆的音乐 恰好掩盖住了他进门的脚步声 在卧室门口 刘志成听见林小南娇滴滴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出来 他说现在还不到离婚的时候 小小可是他的引流神器 而且刘志成母亲的名下还有一套房准备要拆迁 就是真离婚 也得他拿到拆迁款再走 刘志成如遭雷击 呆呆立在原地 两分钟之后才咬紧牙关 轻手轻脚地离开 那一天 从不抽烟的刘志成 买了生平第一包烟 在呛壳和烟雾中抹去了眼角的晶莹 林小南虚荣 跋扈 邋遢 刘志成从来都不觉得 他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可他实在没想到 相伴三年的枕边人竟然如此恶毒 为了引流 让亲生儿子疯狂吃垃圾食品 现在孩子住院了 他也没有丝毫的内疚和关心 平时对刘志成母亲大呼小喝 指手画脚 现在还惦记着分房子的拆迁款 总是把刘志成当成提款机 从不照顾他的生活 最后还给他送了一顶绿帽子 亏刘志成还考虑着林小南的面子 想着跟他平分财产 好聚好散 而林小南根本不配 他不是一个好母亲 更不是一个好儿媳 好妻子 刘志成狠狠采灭烟头 两下驱散了面前的烟雾 眼前的景象再次变得明晰起来 昏 他是一定要离的 既然林小南这么想要小小的流量 和自己母亲的拆迁款 那么他就偏偏要让他人才两师 净身出户 刘志成的计划并不难达成 林小南为历史图 对这个家没有投入半分感情 只要让他认定这个家再也没有价值 还会成为他的拖累 自然会自己抽身 计划的第一步 刘志成找朋友伪造了小小的病例 忧心忡忡地和林小南说 小小的急性肠胃炎 引起了高热 呕吐等全身并发症 伤及多个脏腑器官 都是是饮食不健康引起的 林小南捏着病例丹 眼里闪过一抹心虚 刘志成长叹一口气 说这还会伴随后遗症 以后要精心养着 少量多餐 不能碰任何不健康食品 说完后 他拉过林小南的手 隐隐看着他 说他们要做好 长期照顾小小的准备 不管是花费精力还是金钱 都要好好把孩子养大 林小南敷衍地点点头 神色很是忧郁 其实 刘志成并不担心林小南去问医生 小小确实是病了 只不过症状被他说得严重了一些 而且林小南 也根本没有去医院的打算 早在小小住院之初 他就说自己身体弱 去多医院容易生病 到现在为止 他只去医院看过小小两次 就再也没有露面 小小病了 宝宝吃播的主题 他进行不下去 转而开始打造 性感人设 进行账号转型 账号名也从小小小宝贝 变成了小小小宝贝的辣妈 林小南长得漂亮 在化妆还有美颜特效的加持下 在平台上收割了不少粉丝 刘志成买了三张电话黑卡 都注册了压压直播的账号 关注了林小南 这是他计划的第二步 屏幕那边 林小南衣着清凉 搔手弄姿 屏幕这边 刘志成疯狂打赏 一致千金 要知道 在这种小型的短视频平台 每天打赏几百元 就已经算不错了 像这样上千块的 更是少见 林小南收钱收得兴高采烈 不停向屏幕抛着飞吻 喊着谢谢大哥 刘志成则边打赏 边用三个账号轮番向林小南献殷勤 忠心主旨大同小异 都是夸林小南人美气之家 说自己对他一见钟情 要是他没结婚 一定就娶他进门 在金钱和吹捧的双重攻势下 林小南很快就飘飘欲先 高兴得忘乎所以 短短半个月时间 光打赏刘志成就已经花出去了两万多 但他并不心疼 相比于让林小南净身出户 这点钱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林小南的事业顺风顺水 刘志成现在要开始实施第三步了 这天 他哭丧着脸 把伪造的财务报表 塞到了林小南手里 说因为自己工作失误 给公司造成了三百万的损失 公司现在要他自行承担 林小南大惊失色 脸刷得一下就白了 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志成也不是有意的 这不是小小病了吗 刘志成边照顾他边工作 一不小心就出了纰漏 刘志成用力抓了抓 油腻蓬乱的头发 把一个走投无路的颓废男人 演绎得淋漓尽致 说他不是故意的 因为自己边照顾小孩边工作 一不小心就有了纰漏 他母亲已经去卖房子了 现在这个房子也要尽快卖掉 林小南性眼圆征说 刘志成那边的房子要拆迁 现在卖就亏大了 刘志成凑上钱去 用力拉扯着林小南的袖子 说拆迁传了这么多年也没动静 现在他要面临经济制裁 十万火急 总不能什么都不干等着去坐牢吧 林小南黑着脸 猛然甩开他的手 说现在住的这所房子 最多能卖两百万 而刘志成母亲那破房子 就算是卖了 补三百万的窟窿还是不够 刘志成绰诺着问家里 这些年有没有存款 林小南一争 气焰马上低了下去 刘志成知道 林小南不会理财 又极虚荣 对各种名牌有着狂热的追求 所以他从来没有告诉对方自己加薪的事 每个月给林小南的 还是几年之前的工资数 打定主义离婚之后 刘志成还偷偷查过林小南的账户 这么多年自己上交的钱 早被他换成了名牌包包和化妆品 所剩无几 果然一听到他提存款 林小南马上不说话了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 刘志成故意大声吸着鼻涕 让自己显得邋遢又窝囊 终于林小南狠狠瞪了刘志成一眼 提出要离婚 还说自己年轻貌美 有大好的未来 不能就这样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现在他们一拍两散 房子存款得一人一半 小小抚养全责归刘志成 刘志成装作不可思议 大惊失色的样子 怒骂林小梅想得美 要是林小南想离婚 就得净身出户 林小南也急了 柳梅倒数 死瞪着刘志成说 房子也有自己一半的份 刘志成差点被气消了 买房首付款是他出的 每个月的房贷也是他在还 只不过房产证上 写了林小南的名字 怎么就变成他的了 刘志成看着林小南 冷冷一笑 说那就别离婚了 房子是他们的共同财产 公司起诉刘志成 自然会把房子拍卖 剩下的钱就有两人慢慢还 还不上也不要紧 大不了他进去关几年 小小和这个家的开支 就全都由林小南负责 林小南想甩了他 甩了这个家 门也没有 林小南气急败坏地指着刘志成 手指都快要戳到了刘志成的鼻尖上 大骂他是个无赖 刘志成顺水推舟 挂上了一副无赖的笑容 开始讽刺林小南不知好歹 离婚了也不会有男人 把他当抢手货 给他花钱 听到这句话之后 原本被气得浑身发抖 胸口剧烈起伏着的林小南 猛然间放缓了神色 他想到了压压直播上面 那三个在半个月内给他打赏了两万多 还大献殷勤说 想娶他为妻的冤大头 一面是一家老小脱油瓶 背着负债过日子 一面是拿着上万的打赏 开始全新的生活 林小南果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直接爽快地答应了净身出户 看林小南真要离婚 刘志诚马上装作描怂的样子 苦苦哀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眼看刘志诚反悔 林小南更急了 他一面骂刘志诚 说话不算话的不是男人 一面急不可待地拖他去民政局 为了让刘志诚彻底死心 他甚至还把跟情夫的亲热照片 对到了刘志诚面前 知道对方早有准备 但看到这些大尺度的照片之后 刘志诚还是觉得血一阵一阵往头上涌 努力在脸上变换了几次恼怒 伤心痛恨的表情之后 他也不再作戏 果断跟林小南去了民政局 拿到绿本本后 林小南长输了一口气 像甩掉包袱一样 毫不犹豫地潇洒离开 相伴三年 林小南对这个家却没有一丝留恋 看着他决绝的背影 刘志诚深感自己的决定没有做错 离婚之后 刘志诚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小小出院了 刘志诚把他和母亲接回了家里 脏乱的房子焕然一新 没有了林小南挑肥减兽 打鸡骂狗 家里面的气氛也变得欢愉起来 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天 林小南又上门了 离婚后 直播平台上那三个冤大头 骤然消失了 别说是打赏 就连粉丝和直播观看人数 都在断言时下跌 要知道 直播平台上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有的是 靠着出卖色相 林小南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很快他的收入就见了底 后来他辗转听闻 刘志诚的房子并没有被法院拍卖 工作也没有丢 所以 现在林小南气势汹汹地杀上了门 骂刘志诚诓他净身出户 还提出要和刘志诚平分财产 让刘志诚赔偿他精神损失费 他横 刘志诚比他还横 毕竟 离婚协议是有法律效益的 而且当初为了让刘志诚死心 林小南还把自己出轨的证据 对到刘志诚面前刺激他 这点可是林小南的硬伤 看刘志诚态度强硬 林小南马上转变了策略 转而拿小小说事 他说自己舍不得儿子 挂念地吃不下 睡不着 求刘志诚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让他回家 讽刺的是 林小南对小小伸出双臂 小小却躲到了刘志诚母亲身后 跟他没有半分亲近 看着小小怯生生的目光 刘志诚又想起了 他蜷缩在病床上的虚弱身影 盛怒之下 直接将林小南赶出了门 刘志诚以为事情会就此打住 但他明显低估了林小南的无耻程度 三天后 就是小小两岁的生日 刘志诚心疼他没了妈妈 又生病住院遭了那么大的罪 就在饭店订了一间包房 邀请亲朋好友来为小小庆祝 就在小小的生日宴上 林小南再次出现了 他的身后浩浩荡荡跟着一群人 有他的七大姑八大姨 还有几个举着手机直播的男男女女 刘志诚在压压直播上看到过 他们都是和林小南互关互粉的流量大V 林小南一该往日妆容精致地打扮 他脸色苍白 蓬乱着头发 活脱脱一个被抛弃的无辜少妇 此刻的林小南带着哭腔 大声朝着手机镜头控诉刘志诚 说结婚三年 自己给他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 他却在外面鬼混 找其他女人 现在还抢逼自己净身出户 让他和小小母子分离 刘志诚拍案而起 大骂林小南血口喷人 明明是林小南 在外面有了其他男人 自己顾念他是小小的妈妈 离婚后也没对任何人这件事 没想到 林小南竟然颠倒黑白 污蔑自己 林小南双唇颤抖 抹着眼泪看着刘志诚 问他有没有证据 刘志诚被他问得一愣 顿时气节 是啊 他没有证据 离婚当天 林小南给他看的证据 在林小南的手机里 而屈威给他的那些照片 他嫌脏眼睛 也早就销毁掉了 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么多手机直播对着他 他去哪里找证据 刘志诚一时气急 直捏得拳头卡卡作响 看刘志诚无言以对 林小南来了精神 他拿出手机 直接连接了包厢里的 投屏大屏幕 说自己有刘志诚出轨的证据 那是一次公私团建 屈威喝醉后 刘志诚扶他出饭店的照片 照片上 屈威双眼半臂 大半个身子都靠在 刘志诚的身上 刘志诚的双手牢牢扶着他 侧面看去 确实非常亲密 看来林小南早有准备 上次被赶出去之后 他就去调查刘志诚的情况 甚至想办法弄到了 之前饭店的监控 在里面截取了一张 最暧昧的图片 他是想让刘志诚身败名裂 顺便讹诈他一笔钱 再给自己立一个 被抛弃前妻的悲惨人设 来吸引刘亮 真是一箭三雕 打得一手好算盘 刘志诚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说屈威只是自己的下属 当时喝醉了而已 希望林小南不要败坏二人的名誉 一边的林小南哭得梨花待雨 我见尤莲 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不甘示弱 开始七嘴八舌的 指责刘志诚没良心 渣男 不得好死 还说要是不赔林小南 百八十万的精神损失费 他们就闹到刘志诚的单位去 一句接一句的谩骂 气得刘志诚浑身发抖 林小南的亲戚却得寸进尺 有几个性子急的还想扑上来打他 刘志诚这边的亲朋好友 便赶忙上前劝阻 两边人拉拉车扯 场面一度失控 正乱哄哄闹着 一声尖利的女生突然响彻包厢 刘志诚顺着声援看去 只见屈威站在门口 正面沉似水地盯着林小南 问他说谁是狐狸精 林小南肯定是做过功课 知道屈威辞职了 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编排他 没想到现在正主从天而降 林小南脸上的尴尬一闪而逝 事已至此 他现在骑虎南下 已经没办法回头 只能强装镇定 指着屈威说他勾引自己老公 随着屈威越走越近 林小南的声音慢慢小了下去 他看着屈威 一脸惊意不定 最终住了口 屈威居高临下看着他 一字一顿地问他怎么不说了 到底谁是狐狸精 谁是第三者 本想着帮林小南出气 顺带直播引流 没想到竟然还有大瓜 几个流量大V瞬间来了精神 手机齐刷刷对准了屈威 连刘志诚也不由大惊失色 听这意思 屈威和林小南好像从前就认识 屈威对着直播屏幕 不卑不亢地说 林小南三年前说是去深圳打工 实际上是勾搭上了自己的老公 他看自己老公有钱 就想要借肚子上位 屈威发现后闹上门去 扭打过程中 他老公受了伤 林小南也流了产 还在深圳坏了名声 实在混不下去 才灰溜溜地跑回了老家 刘志诚恍然大悟 相亲的时候 林小南描述自己是一个自强自力 去深圳独自闯事业的女人 可是结婚后 她却变成了好之懒做 只会逛街购物的蛀虫 原来 这根本就是林小南在骗刘志诚 被揭穿之后 林小南脸色惨白地扑上来 试图阻止这一场直播真人秀 但她请来的流量大V 跟她其实没有什么交情 大家都是为了蹭热度 眼看着前妻变小三 瓜越歪越大 自然没人舍得停手 推嗓间 林小南被人一把推了出去 重重摔倒在地 屈威不屑地瞄了她一眼 继续说 自己和老公产生争执 致她重伤 被判了三年 出狱后 又发现自己患了癌症 都是因为林小南 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她心情抑郁 才提高了癌症的发病率 于是 她千方百计找到林小南 发现她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 从前当人家的小三 现在又婚内出轨 根本就是不知羞耻 说完 屈威掏出手机打开相册 正对到各个直播手机的屏幕上 里面全是她曾经给刘志诚看过的照片 林小南出轨的证据实锤了 一场生日会 就在这场闹剧中结束了 不到两个小时 一条名为前妻变小三的视频 就在各大视频平台走红 点击量一下子冲到了榜首 林小南如愿以偿的红了 只不过 她原本想打造的是 无辜被抛弃的前妻 现在却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小三 从前 林小南为了躲避 深圳朋友圈里的指指点点 躲回了老家 可是现在 她火遍了互联网 躲无可躲 每天连房门都不敢出 只盼着事情的热度早早退去 事情结束之后 刘志诚请屈威吃了一顿饭 如果生日言那天不是屈威的出现 现在被定在耻辱柱上的就是她 屈威告诉刘志诚 看到林小南已婚之后 她原本的计划是勾引刘志诚 也让林小南常常被第三者插足婚姻的痛苦 但她在刘志诚手下待了半年 还明里暗里对刘志诚示好 借着酒精投怀送抱 可刘志诚却始终没有一丝一毫月轨 只把她当成普通下属 屈威这才放弃了那个想法 转而调查林小南 才发现她婚内出轨的事情 屈威的身上退去了那种棱角分明的尖锐 患上了一丝平和淡定 说自己其实很感谢刘志诚 本来他认为世上的男人就没有好东西 是刘志诚让他知道了 世上还有好男人 婚姻里也存在着绝对的忠诚 刘志诚冲他点头微笑 遥遥举杯 是啊 他也这么觉得 虽然他经历过一段痛苦不堪的婚姻 遇到了林小南那样心地邪恶的前妻 但是他始终相信 世界上还存在纯洁无瑕的爱情 自己也会遇到可以相濡以沫 相扶到老的爱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